乌克兰谈判代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29号 针对俄乌新一轮谈判召开新闻发布会 波多利亚克说俄代表团在29号的谈判中采取了建设性行动 乌克兰将在两周内继续与俄方进行谈判 乌克兰谈判代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29号表示 目前正在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磋商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就乌克兰的国际安全保障达成协议 因为有了这份协议 乌方将能够根据自身需要结束战争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停火 以解决所有人道主义问题 这些问题需要立即解决 相关谈判现在正在进行中 波多利亚克在接受土耳其国家媒体采访时表示 土耳其会成为安全保障国之一 安全保障国需提供军事支持 在此情况下乌克兰可以成为一个中立国 波多利亚克说乌克兰目前无法就安全保障问题和俄方达成一致 乌方认为不应因军事压力达成国际协议 如果安全保障国确保俄罗斯撤军 乌克兰可以讨论其他议题 波多利亚克表示 谈判将会继续 乌方计划邀请所有安全保障国召开多方会谈 希望在两周内达成协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希望俄乌两国领导人能够会面 波多利亚克说 作为国际安全保障协定的单独条款 乌方提议 乌俄保持现有立场15年不变 以便双方就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地位问题进行谈判 同时在这15年间 在谈判进行过程中 乌俄将不使用任何军事或武装力量 来解决克里米亚问题